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不知道這場的各位是否有聽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GeForce Now呢? 聽到GeForce這個詞,想必就是跟NVIDIA有關的東西了 不過它並不是什麼顯卡之類的產品 應該說,它連硬體都不是 而是可以存在我們手邊電腦、筆電、甚至手機的神奇軟體 各位應該都有遠端操作電腦的經驗吧 你可以透過手機或電腦在線上操作另一台主機 省去你還要到另一端操作的心力 而且因為操作的這端只負責接收畫面 隨機工作預算還是交付於被操作的主機上 所以只要網路穩定,隨便一台手機就可以完成這樣的遠端操作 那麼你們是否有想過,如果拿所謂的主機運行一些遊戲 是不是就可以達成用手機或文書機玩3A大作的夢想了呢? 是的,這就是GeForce Now的核心概念 但你們這次一定就有疑問了 第一個,我的手機又沒有鍵盤,只能觸控 是要怎麼打遊戲 第二個,既然要玩3A大作 那也代表要先有一台跑得動的電腦啊 我就是沒錢買這些,是要怎麼享受 針對第一個問題,GeForce Now會針對不同遊戲玩法而有不同的操作方式 比方說虛擬滑鼠、虛擬搖桿那些的 如果你有實體搖桿或鍵盤的話,它也可以直接相容 而第二個問題就是GeForce Now的強大之處了 你不需要有一台跑得動遊戲的電腦 而是GeForce Now他們的伺服器 而這伺服器的規格就像電競主機那樣 有著NVIDIA的強大加持 效能上不用擔心順跑3A大作 其實就類似網咖的概念啦 就是他們提供給你電腦玩 只是GeForce Now變成隨時隨地都能是你的網咖了 那麼你問,難道這些服務都是免費的嗎? 嗯...這就要看你怎麼玩了 我們直接來看看它的方案吧 首先他們是真的有免費的方案 但你每天只能小玩一個小時 比較尖峰的時段也要先排隊等一下 再來就是要錢的白金方案了 除了可以每天6小時泡在這裡 也可以優先入場直接玩 還開放給你光線追蹤 讓你的手機文書記也能有RTX效果 對,它還是有限制你遊玩時間 畢竟伺服器資源也有限嘛 為了讓大家都享受得到 這個限制我覺得是合理的 那這個方案你可以選擇月付299 或是直接包年1788 又或者是要台灣大哥大 申辦他們的5G或好處神雙合約 除了能先用他們的極速5G之外 也可以享用一些GeForce Now的優惠 有興趣的各位就先暫停看看吧 我這裡要再補充個幾點 那就是GeForce Now目前所支援的遊戲 嗯,並不是所有遊戲都可以在GeForce Now上面玩到的 但目前也超過700款了啦 而且持續增加中 舉翻Cyberpunk 2077啊 紅柴6號啊 巫師系列等等的都可以玩 我網址都會貼在影片下方 再來請各位注意 這些遊戲手機還是得要在他們有合作的 數位遊戲商店買過的前提下 比如說Steam 才能運行在GeForce Now上喔 並不是讓你隨選隨玩的 好啦,講了那麼多 所以實際上玩起來會是什麼感受 這個時候用我這台主機來玩就沒意義了 畢竟以這個規格來講 好像也不需要什麼GeForce Now了 所以 我準備了這些東西 我打算使用手機搭配手把 還有我這台筆電 來遊玩GeForce Now 而且在此同時 我也會用台灣大哥大的5G SIM卡 全程用他們的5G 看看遊玩過程是否順暢 至於遊玩的地點嘛 這個時候還待在家裡 就沒有那種試試隨地玩的感覺了 所以明天就跟我一起到戶外 享受到處都能沉浸於遊戲世界的感覺吧 好,這邊可以,這邊應該可以 OK,我現在來到的是台北的某一處公園 我們接下來遇上一個場景 就是我們在這邊等人 剛好都已經遲到了 自己又很想要玩遊戲 在此在手機的情況下 來玩這個GeForce Now吧 然後我所用的手機是Google的Pixel 5 故意不顯旗艦手機 就是要來看它的效能 預行GeForce Now到底可不可以 這個就是它APP的畫面 那我是已經有零動我的SIM帳號了 所以這邊就有我買的一些遊戲 好啦,各位的焦點應該也在這邊了 我們就來玩一下這個2077吧 那也沒錯,它這邊也有跟你講說 如果用遊戲手把的話 體驗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來裝上去吧 開始遊戲吧 那可以看到在啟動遊戲之前 它其實算是一個類似電腦的畫面 其實還蠻有意思的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我們先來開始遊戲 然後用螢幕錄影的方式呈現給大家吧 好,各位別忘記 現在這個是手機上面的畫面喔 那如果你現在沒有手把的話 其實它這邊就有一個搖桿的按鈕 按下去就是我剛剛說的虛擬搖桿了 只是各位也可以看到 它佔了蠻多的畫面 所以我是不推進開啦 如果有搖桿的話 各位還是開搖桿會比較好 那從這邊通常可以發現 其實它這樣子串流下來 是真的還蠻順暢的 那我們先進它的畫質設定看一下 如果沒意外的話 沒錯,是可以開啟空線追蹤的 用一台手機跑的空線追蹤 到底是什麼概念啊 而且我已經綁定我的Steam帳戶了嘛 所以這邊都是我自己玩的紀錄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 遊戲請先自己買喔 那我先來個新手的教學好了 因為其實用搖桿的話 我是不太習慣去玩的 OK的OK的 而且我現在還是有加上螢幕錄影喔 所以以這樣的效能 真的是不用擔心了啦 只是各位所在地點網路 真的要夠好就是了 只不過手機螢幕通常都比較小嘛 所以畫面上的字還是會小一些些的 而且我們現在運行的紀錄算是108P的 只是它的比例還是標準的16比9 還沒有因應我們這種比較長螢幕的手機啦 所以左右還是會有一些黑邊 不過NVIDIA他們有時候 將來可能會考慮 真的這種長螢幕的手機去做優化啦 突然有一種我自己在實況遊戲的感覺 哎唷不要啊 繞過啦繞過啦 喔用手機可以玩到Cyberpunk的感覺 真的好爽喔 完蛋了完蛋了搖桿苦手 啊 好啦 總之這就是在手機上面 疫情Cyberpunk的感覺啦 一切都是由這次Pixel 5加上螢幕錄影完成的 哇當然還有台灣大哥大網路的加持啦 只不過還沒完喔 我們來轉換另一個陣地吧 好我們現在就到這裡模擬另一個情景 比如說你現在帶著電腦 然後你事情也做完了 想要到一個地方好好的坐下來 玩你的遊戲 這個時候其實你只是帶一般的輕薄筆電 也可以享受3A大作的樂趣囉 那電腦上的GForce那軟體 其實跟手機差不多啦 那我們這次來玩這款吃客教條好了 因為廠商要給我帳號 所以不用白不用嘛 那這些遊戲資料的下載方面呢 也是由他們那邊的伺服器去負責的啦 總之你就只要負責玩就對了 那我們也來看一下它的畫質選項 欸這裡有意思的地方就來啦 我們看一下它的CPU這邊 它寫說Intel CC150 CPU 對它不是那種市售版的i7或i9 然後頻率是定在3.5GHz 顯示卡部分呢它從NVIDIA的TESLA V10 也一樣不是市售的 但就是級別蠻好的卡 那事實上這個伺服器還是以Windows為基底的 這其實也意味著你玩的這段不必受系統影響 即使你用的是Android手機 用的是MacOS 只要是有在支援清單內 Windows能跑的遊戲 你都是玩得到的 那畫質這邊我們就都給它預設吧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遊戲吧 對 我們現在玩的是別人的進度 不過整個畫質真的也是一級棒的 現在都是行動網路的情況下喔 越多是在戶外用這台筆電去玩的 有趣吧 啊說到這個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效能有佔多少好了 因為我這台是沒有獨顯的嘛 那它目前內顯佔了是68% 只是各位先不用緊張 這個68%有一大部分都是來自於這個OBS 實際上GeForce Now只佔了我內顯的大概10% CPU部分也是啊 總之你的文書機絕對是跑得動這個的 除非太舊啦 好現在正好是畫面變動比較快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它整個的效能跟延遲如何 其實真的還蠻誇張的啦 我說的誇張是讚美的那種 欸各位想想看 現在地上都是草地喔 其實這是非常影響為原綠的 只是在這種情況下 我現在用行動網路還是可以跑到這種畫質 對我來說真的已經是很可以了 而且整個操縱延遲那些也真的感覺不到 我是在遠端玩遊戲 各位看一下我的滑鼠 我這樣子點一下 它的反應是這樣子的 延遲應該算是毫秒等級的了 總之綜合來講我覺得他們是做得蠻成功的啦 所以我現在是要到前面這個目的地是不是 現在我旁邊路人走過去都有一種他們是看著我的感覺 等一下現在是怎樣 喔不行不行不行 要打架要打架要打架 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 來了來了來了 反正我 我死了耶 好啦 玩也玩得差不多了 我們就回家做個結尾吧 總之以上就是我的GE Force Now的體驗啦 想必應該已經激起不少人興趣了吧 不過最重要的一點 要怎麼確定你所在的條件 適不適合運行GE Force Now呢? 首先為了降延遲度壓到最低 年輕的環境建議要有5G型的網路 或者5GHz的Wi-Fi 又或者直接連網路線最簡單 如果是行動網路的話 也建議你要有吃到飽啦 玩這個是很吃流量的 至於網速呢 其實門檻並沒有很高 每秒15mm以上就能運行720p 60fps 每秒25mm以上就能到1080p 60fps 但當然網速還是越快越好啦 再畫質還是能更加精細漂亮的 如果這些條件都滿足了 那麼GE Force Now 真的能帶給你有如 實際用電信主機玩遊戲的體驗 尤其在幾毫秒的時間內 它就可以完成將你的操作 傳到遠端伺服器 然後將伺服器的畫面 傳到你這裡的動作 這我真的覺得很神奇 好啦 總之各位就慢慢享受自己的 遠端遊戲實況吧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啊 沒錯 是可以開啟空線追蹤的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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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那我錄到一半就地震了啦 到底喔